农历三月签名后 国立的时间是4月4号到5月号 快来看看有哪三个生肖会大旺 快来看看你是否上榜了呢 第三名是生肖牛 在农历三月的时候 生肖牛将迎来一波波的好消息跟喜讯 工作上你们可能会得到 领导跟同事的赏识跟帮助 并且顺利展开工作 而且有机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晋升 或是突破机会 财运方面将有所提升 基本上这个月份升官发财都是有望的 将是一个事业有成财运 亨通的一个月份 第二名就是生肖龙的朋友 农历三月生肖龙将迎来贵人相助的好运 无论是在工作生活中 你们都有机会获得有影响力的人士的支持跟帮助 在为你们指点方向 或者是在事业上面 他们也会参与一些重要项目来帮助你 会让你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跟能力 获得这些人认同的一个机会 那你财运方面呢也会提升 你之前的投资都会有机会开始回收 对于生肖龙而言 这是一个事业真正日上 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月份 第一名就是生肖龙的朋友 农历三月份 生肖活泼的将来迎来财运暴涨的好运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 你们都有可能会获得一些意外之财 就算财偏财都很旺 在事业上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或项目 并且非常有机会成功取得成果 这是一个资产爆充的一个机会 请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恭喜以上三个生肖 不要忘记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要多布施累积自己的福德之良 会让你自己的路轴更远更顺哦 相信哲龙不无信哲龙 关注陈群玉老师 让时刻保持好运事哦